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丈量中国 我现在来到广东东莞经济强镇,唐夏镇的凌春 前面就是凌春广场啊 凌春是东莞最富裕的土豪村 可以说凌春的富裕程度绝不会逊色于江苏江英的华西村 这一头石狮子 凌春的醒狮文化非常的有名 那边是龙的石雕 凌春的五龙文化渊远流长 这个中间是一个喷泉 凌春非常的富裕啊 村里建的都是高层的公寓 每年耗厂房和出租房的租金就有两亿的分红 我们可以看到凌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你很难想象这仅仅是一个城中村 凌春广场 凌春现在有200多家外资企业,100多家民营企业,以及1000多家中小型企业 很难想象一个村就有这么大型的广场 凌春广场 凌春广场甚至比内地很多现成的广场 还要气派啊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凌春 凌春还进驻了加龙百货 加龙百货是东莞本土零售业的巨头 前面是凌春公寓啊 是东莞最大的公寓 凌春太土豪了 这个公寓的租金 每年都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看这个里面的公寓 非常的气派 广东人特别的低调啊 平时不险山不漏水 一早也没那么光鲜 但个个都是家财万贯 明春的本地人都低调务实啊 虽然他们很有钱 但他们开的车都是丰田本田 不会开很贵的豪车 看到没有 他们本地人也就是开这种 本田的车 这边是本地人住的别墅区啊 都是山城的独栋别墅 非常的奢华 庞下耗尽深圳了 庞下的房价也是非常的贵的 里面全部都是别墅 庞下镇 凌春 实在是太富裕了 看一下这个独栋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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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春的工厂还是特别多的 这边一线全是工厂 本地人就戳着小麻将 输着租金 这日子太惬意了 要刷脸才可以进去 里面的环境相当不错 还有林宫湖 前面那一块是别墅区 看一下前面那个别墅群 里面跟外面仿佛是两个世界 里面就是本地人 外面就是打工仔 这里是唐夏凌春的西湖中心路 这里也是凌春的商业中心啊 感觉没什么人气啊 东莞这边的人油量远远不如深圳 这个好玩 一个商业中心换不到几个人 太冷清了 外来打工人员都跑了 制造业对年轻人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这边是一个儿童游乐场 荡秋圈 这里就是东莞唐夏镇的土豪村 凌春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 很高兴